在这次赫时报告出来之后 确实西方的主流媒体基本上选择了沉默 或者有意的回避 这与他们的本国政府的反应是高度一致的 那么这种一致性我觉得不排除双方有某种默契 甚至在私下进行某种沟通 或者说西方的政府要求媒体与政府保持某种一致 尽量避免使得这一事件迅速的发酵 从而给西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其实这是西方媒体的一个惯用套路 我们知道过去在涉及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俄罗斯 还是其他国家的相关的议题上 西方媒体往往是选择重拳出击 通过大量的报道来渲染国际舆论 来引导国际舆论 向与西方更加利益和立场 更加相近的方向靠近 而当面对西方国家内部的这一系列问题时 尤其是有可能会暴露 美西方内部裂痕的这个问题时 西方的主流媒体往往是视而不见 这其实也是说明在整个西方世界 它的媒体 它的政客 它的精英 是构成一个统一的链条的 他们是相互搭台 相互扶持 所以这也就使得 为什么我们在这次赫时报告出来之后 在西方媒体中没有引起强烈的方向 说明他们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其实西方媒体之所以视而不见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 就是他们担心 如果大量的报道 会有可能冲击 现在本就脆弱的美欧关系 那么这个事件 如果持续的发酵 从而引发西方国家内部民众的反弹的话 会进一步的阻碍 他们政府之间的这样的交往 从而在更大意义上 影响美欧关系的修复 而另一方面 其实欧洲国家 包括美国的盟友 其实一直以来 对于拜登政府都多有疑虑 他们担心 拜登政府本身 缺乏相应的能力 或者说缺乏相应足够的资源 来维护美欧关系 或者说 他们不相信 拜登政府是真心希望修复美欧关系的 而如果迫使报告一旦被证实 这将更加坐实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猜疑 也就是说 拜登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 这将从根本上影响美欧关系的参院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